今天AT开仓第一只精选港股是华润电力836 摩根大通认为中国电力的绿电转型利好 已经完全反映在股价表现 近期缺乏推升股价的催化剂 业绩期间板块机遇落在华润电力 三个主要卖点余下 公司估值落后 意味它的新能源项目较同业有超过20%的折扬 第二债每价回落会是电力股的短期最重要利好因素 以2021年计 华润电力6.8%的发电项目是火电的 较中国电力的4.9%为高 整体盈利对每价的敏感度高 第三华润电力今年股价跑输 因为公司或者会分拆新能源业务的传闻 引起市场的忧虑 由于港股IPO市场今年不算暢旺 摩根大通预期分拆未必成事 而如果管地层在业绩期间 就是言论淡化分拆的预期 润电的股价将会爆升 综合上述的因素 摩根大通选华润电力 是下半年板块的首选股 目标价是$21 较上星期五收市价$14.76 有$4.2的上升空间 策略上可以留意$14水平吸纳 上网$18的失手$12.6就要止损了 第二个精选港股是中海外$6.88 在内房危机仍然发酵的情况下 如果投资者希望趁胆快回调 吸纳优质的内房股 首选应该是财务稳健 而且借贷相对容易的大型国企内房 当中中国海外值得留意 参考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中海外甘明两年 每股盈利分别是$3.5和$3.7元 分别按年跌4%和上升5% 对应PE分别是5.3倍和5.1倍 预测股息率分别是5.7厘和6.1厘 走势上 中海外现在回落至升轨附近 如果看好内房在第四季 可以见到明显的复苏 就可以后低及难 至于美股方面 可以留意Alphabet 股份代号是GOOGL和GOOG Google母公司Alphabet 上星期公布了业绩 而且股价跟随大市向上 经过年初至今的调整 现价是否再值得买入 Alphabet现在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其中服务部分包括广告业务 作业系统Android 浏览器Chrome Gmail Google Drive Google Maps Google Photos Google Play 和YouTube等等 并且销售Fitbit 和智能家居产品Nest 而收入主要是来自广告 和订阅收费 Alphabet刚刚公布 截至6月底的第二季业绩 今次的业绩一般 管理层未有作出展望预测 对前景有所保留 担心市场广告开支 因为经济放缓而收缩 占公司收入超过八成的广告业务 将会受当期冲 为了应对未来充满挑战的环境 表明今年遇下的时间 会放慢招聘步伐 将来 未来 并且会着眼整合 重叠的投资和简化流程 监管是Alphabet正面对的另一风险 近年美国司法部也有动作 看准科网巨头的反竞争行为 Google自然榜上有名 为了被挂一劫 Google可能将广告业务分拆 以回避反垄断的诉讼 然而Alphabet来看 利淡的因素其实都不见得太淡 看来是一个机会 今年2月宣布股份一插20的时候 对股价曾经有短暂刺激 但年初至今仍累积下跌超过两成一 Alphabet的市盈率只有21倍 属于近年的低水平 股价近三个月都是103至119美元横行 如果美股走势预料可以 如果美股走势预料可以更升 短线失手100元就要止舍了